字幕視頻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們的頻道的話 我們這條頻道主要講一些國內相關的資訊 包括樓宇生活等等 如果有些突發性的國內新聞內容 又或者是我們香港未必看到的一些新鮮事物 我們也會馬上製作影片通知大家 如果你看完覺得對這類資訊是有興趣的 歡迎訂閱我們 又或者轉發給你身邊同樣對這類資訊感興趣的朋友 繼續是關於一些深圳的話題先 上次我們有提過 是前兩個星期左右有媒體報導 就說在深圳這一邊 過了羅湖關口地庫位置 這間中國銀行排隊很久 其實之前我們到訪這間銀行的時候 都見到未開門門口已經非常多人 也說來到這裡一定要排隊 而且要排很久 不過想針對上次媒體所說 銀行門口附近放了一些防暴工具的話題 就想作出多一點補充 其實第一件事我都說過 無論是商場也好 你說是銀行也好 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商戶 都有機會聘用了保安 去在門口位置維持秩序 當然了 你說為什麼香港現在沒有這麼多這些保安 但是國內是需要呢 是不是因為治安太差呢 還是真的防範有些人所謂要維權等等呢 第一件事其實在國內來講 在就業的情況上都不少一些外省人士 會去到這些大城市從事這一類的保安工作 就是說你本身在一個就業市場上面 要找一些保安的人員是相對容易的 如果是曾經做過幾個部隊 又或者是服過疫的人士呢 他們去到這一年多都會有機會 出來擔任一些保安方面的工作 所以能夠擔任保安的就業人口是不少的 所以在有需求方面呢 商場又或者這些銀行呢 都盡量會多聘用一兩個保安 而部分的銀行分項大家都見了 真是排隊 所以有人需要維持秩序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再加上其實保安也都不靜止 真是純粹保安和維持秩序的工作的 有人問一些簡單的問題他們都需要回答 所以也都等於我們走入銀行的時候 有一些的專人是來純粹解答問題 其實保安也充當了這個角色 回到我們最主要的話題 就是為什麼上次說記者在銀行那裡 看到門口位的附近會有一些防暴的工具 似乎是會不會暗示用來應付這些存戶 又或者是一些牢吵的人等等 在這裡就想告訴大家 對上一次我上去深圳 在金光環這個這麼高級的商場裡面 走過海底撈的門口 竟然是讓我看到海底撈門口的牆 也都有這些防暴的工具就這樣放在那裡 我現在給大家看看鹽房到底是怎樣 收甲 我記得免費收甲 海底撈旁邊有些東西 你放心不是用來對付食客的 有時候不要想多了 海底撈餐廳門口 有些防暴 寫著防暴的工具 旁邊有些人在攤頭 大家可以放心 在海底撈門口又不代表要對付食客 我可以搜集到的資料 除了這些工具可以作為防暴之用 也有一個消防的用途 如果你說防暴用途 一般在什麼情況之下要用呢 其實始終大家都知道 可能在幾個禮拜前 我們香港這邊都有商場 突然間有襲擊人的事件 其實都相當軍動的 如果萬一在商場裏面 真的出現這一類襲擊事件 那保安人員也可以用這些工具 作為一個防範和制服的用途 當然 這個工具是在正式的執法人員 即是警方到場前 保安人員視乎的情況才會用的 如果你說是牽涉到所謂激進的維權活動 其實你說海底撈要有沒有激進的維權活動 除了真的有機會說出不到糧 那些員工要在門口抗議爐槽之外 我也想不到有沒有一些客人 說所謂吃了海底撈要爐槽到覺得不好吃 要過來這邊維權甚至抗議 應該機會就不大了 那當然剛剛的說法 也是有少許開玩笑的 最主要是維護著整個商場裏面的保安情況 所以如果大家在內地 看到這一類型的防暴工具 先不需要害怕 它會不會是用來對付自己 我只是一個普通食客等等 正常你不會這麼想的 那為什麼去到銀行 有些記者就會想 覺得保安和防暴工具有機會用來對付全部呢 這樣大家去想想吧 那我相信都是本身預設了立場的記者等等 才會有這個想法居多的 亦都說開這些保安事宜這樣算 我也有個題外話想說一說的 話說我們在香港經常經過一些銀行 或者桂園機附近 有機會遇到一些 介款車 亦都有一些介款人員 是會可能下車去收回這些提款機裡面的現金 又或者放現金進去 那如果真的有機會遇到 亦都會看到 有可能有一些介款員是會拿著槍的 那正常情況之下 你經過他們身邊 你不會覺得那支槍用來對付你 你都不是要打劫這些介款車 或者打劫銀行 那是很正常的想法 那我不是想說這件事 我主要是想說 在最近我有一次 經過這些介款員身邊的時候 迎面就走過來 那我發覺有一位介款員 他就相當之隨意地 將這支槍就這樣托在單手的手上面 那那個槍頭就向著人群 也就是向著我為我面對著他 那當然我知道他不會 就用這些槍來威脅到我的 那但是以我所知 其實正常 如果你在人群之中拿著槍 除非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否則那個槍的槍管 那個槍口是不會對著人群的 其實正確應該是要 將槍管的槍口向著地下 那這個是我以前看一些節目的時候所說 那我覺得那位的介款員 保溫人員其實就不算很專業的 那也都希望呢 只是剛好他一時疏忽 那雖然呢 通常這些槍呢 就開了一些叫做 安全鎖的操作 就是說你沒有拍那個按鈕 正常就開不到槍的 也都不會走火的 那無論怎樣都好 槍口是不應該向著人群的 這個應該是持有槍牌人士 必須要知道的守則來的 特別是介款員 經常都會在鬧市裡面行走的 那這個呢 也都屬於一個題外話 無論怎樣都好 這次呢 就純粹想告訴大家 在內地來說 無論你是商場 或者銀行 以至到其他的一些地區 假若你是見到這些的防暴工具 放了在那裡的 你不需要太擔心 不是用來對付你的 那正常如果真的有些什麼騷亂 有些什麼危險的出現呢 那這些保安人員呢 就要利用這些工具呢 去阻止悲劇發生 又或者盡快制服可疑的人士 今集的分享呢 就非常之簡短 來到這裡的 有什麼意見要發表 歡迎留言講講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有沒有試過想獲取樓盤資料 但是又不想這麼快聯絡銷售人員 又或者是擔心往後會有其他的電話促銷 自家兄弟貼心地了解到每一位客戶的需要 所以如果想直接索取樓盤的資料 可以上我們自家兄弟的官方網站 無需登記成為會員 又或者索取各下任何的個人資料 我們都可以讓你任意瀏覽自家兄弟網站上面 任何樓盤的資訊 包括不同城市各個地區不同樓盤的資料 你都可以在我們網站上面 隨時看到最新的資訊 樓盤單位數目 戶型圖 以及精美相片等等 應有盡有 假如你是想即場查詢 或者是報名我們的體樓安排 也可以在我們網站右上方按一下 就可以直接跟我們專人溝通 你可以上網搜尋自家兄弟 又或者在我們影片下方 已經有我們網站的連結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進去看看 我們以設期待你到訪 我們自家兄弟資訊豐富網站 搜尋你心碎的靈盤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